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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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文虽然不长 意思都是身光无尽 可以说 字字句句都圆满 还是一切佛法 也就是一切佛 第一句是说 能性 理体不可思议 一些人常说 宇宙从哪里来的 为什么会有天地 为什么会有虚空 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新星 到底从哪里来的 宗教家们 说 这些天地万物 都是神造的 那我们再问神 那我们再问神从哪里来的 现在有一些宗教家们 这些年来也涉猎佛经 于是他们又变通一个说法 说 造天地万物的那个神呢 就是佛教讲的自信 这个说法呢 倒很新鲜呢 我们听了 同意他的说法 肯定他的说法 如果他们这个说法 在他们教义里面能够成立 那么我们可以许许许多多 族群与宗教思想上 矛盾的问题就全部化解了 佛法确确确实实说明 这个是自信所现的 自信从哪里来的呢 自信是本有的 自信没有生命 没有来去 其中观论上 浮涌霸布了行容 不生不命 不苟不尽 不来不去 不义不义 这些名词都是形容自信的状况 而自信实实在在讲呢 说不出的 佛经里面常讲的 言语道断 心心出灭 这一种事情 绝对不是言语能够说得出来的 为什么呢 言语的能力有限 有范围的 有许多事情 确确实实说不出来 是在讲 很明显的 很平常的事情 都没有办法说出来啊 譬如我们在饮食当中 有人喜欢吃甜的 有人喜欢吃辣的 问 口味怎么样啊 很辣 其实 这个大福 也非常含糊啊 到底辣到什么程度 能不能说得出来 说不出来啊 你一尝尝看 你就知道了 其实你一尝尝看 还是不知道 为什么呢 两个人的感受不相同 我所尝到的味道 跟你所尝到的味道 同样是一道菜 不一样 确定不一样 然后我们才知道 不但是言语 范围有限 你我们的思维 你我们的思维想象 真实的感受 真实的感受 受不了 受不了了 哎呀 那个喜欢吃不辣了 这个我们常常能够见到啊 这个 从这个地方 把诸位细细去思维 细细去体会 才知道 每一个人 感觉的 感觉的 这个这个 情况 过过不相同 由此可知 每一个人 每一个人 有每一个人的世界 每一个人 有每一个人的法界 啊 法界 无量无别 世界 也无量无别 古古不相同 那年会上 佛跟我们讲 一切众生 同分健忘 别业健忘 别业完全是说个人 啊 见是见解 望是虚妄啊 不是真实的 同分 大家有共同的共业 其实 共业当中 还是个个不相同 啊 我们讲共业呢 是大家有相似的 啊 相似的见解 啊 相似的 古包 啊 依旧是古古不相同 佛跟我们说 到什么时候相同呢 到成佛时候相同 啊 为什么 成佛的时候啊 这个虚妄断尽了 啊 完全是真实的 真实相同 既然落在虚妄啊 每个人虚妄的境界 决定不一样 啊 这个是可以肯定的 这个是可以肯定的 这种虚妄叫妄向啊 啊 第一句讲 如来发生不思议啊 那是理题上的不可思议 真实不可思议 啊 虚妄又能思议吗 虚妄实在讲 也不可思议 啊 但是 虚妄虽然不可思议 在我们能够思议 能够言说范围之内 我们能够表达了一部分 而没有办法表达的圆满 能够表达一部分 与别人 与其他的众生 尽力一个共识 啊 这个共识也是局限的 也不是圆满的 而心性 真实的理题 那是真地不可思议 是在 以他的善巧方便 不可思 教我们思 不可以 也对我们说 我们能体会 能理解吗 如果就我们思维想象 这种方式去灵会 去理解 去理解 是有一定程度的错误 佛法说 一文结义 三十佛愿 就是说的这种事情 以我们自己的能力 以我们自己的能力 思维的能力 想象的能力 听佛菩萨讲经说法 尤其是讲心性的大道理 会全解错了 所以佛喊愿望 三十佛都喊愿望 我们把佛的意思测毁了 那么佛为什么这样说呢 不受又不行 不受我们简直没有入处 找不到门路 佛一定要给我们 帮助我们找到一条门路 但是这个门路 确实是淫于道断 信心出面 佛法的难 就难在这个地方 说再讲呢 佛法容易 也是容易在这个地方 真的是难以不二啊 你会了就不难 不会了就太难了 什么叫会呢 马明菩萨在七心论里面 教给我们的方法 那就是会的人 会的人 会的人 听经 看经 立言说相 那我们听经 立言说 看经 立文字 这个立是什么意思 不知诸 听经 不知诸言语 看经 不知诸文字 那这叫立言说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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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呢立明自相 佛说法 用了许许多多专门的术语 专门术语 是为了要许法方便起见 而许定的 这些全是方便法 并非真实 所以 你可以从这种体会 决定不能止诸 立明自相 不但佛法一切明自相 不可以止诸 世间所有一切明自相 都不可以止诸 老子说得好 道可道非常道 明可明非常明 所以他也懂得立相 第三个条件 立心语言相 心语言相 你听了之后 思维想象不可以 不可以思维 不可以想象 换一块去 懂了你就懂 不懂 思维想象更加不懂 很容易把意思撒毁 所以佛法的教训 要用现代的话来说 他用执觉 叫你直接体会 当下就是 决定没有拐弯抹角 这会的人呢 不会的人呢 不会认识主相 研究你所说的 研究你所写的 落在言说相里头 落在名字相里头 落在星元相里头 那就全部都错了 所以世间人 这种逻辑的方法 对世间法可以用 对佛所说的法不可以 我过去 在台湾 大专佛学讲座里面 我主持这个讲座 有一次 我邀请方东梅先生 为我们同学 讲阴明 佛法里头 有这门功课 叫阴明 阴明是什么呢 就是逻辑 就是辩证法 方先生对这个很有研究 我请他 我请他 他告诉我 他说不必呀 他说佛法 超过阴明 阴明 逻辑辩证法 是教粗学的 教中下更新的 大乘佛法 这个东西完全用不上啊 我听了 明白了 确实 逻辑辩证法 给阴明是纯粹哲学 欧阳静悟告诉我们 佛法非宗教非真实 这些人真有见地 真的是通家了 方先生给我的大福 我对他非常敬佩 用这些方法 地缺 不能够真正理解佛说法的义缺 那么换一句话是 我们究竟要怎样才能入门呢 我想这是每一位同学们 都是迫切祈求的 说的简单明白一点 没有变地 就是用真心 佛是用真心说法 说出宇宙人生真相 我们用虚妄心来接受 你永远没有办法去入境界 科学的方法论 依旧没有摆脱分别之主 所以他不解如来真实义 要解如来真实义 决定要写其妄想分别之主 要用一味真心 要用一味真心 离六根戒除六成境界 自然就有无处 自然就有入处 所以 事法跟佛法的差别 就是真心妄心 马明菩萨教给我们的方法 就是用真心 离言说相 离明自相 离心连相 离妄心而已 离开妄心之后 就是真心 所以不要去找真心 不要说我要怎样去用真心 这个念头就是妄念 就障碍你真心 就障碍你真心 所以大臣经上他说 真心理念 这句话说 真心里头决定没有万念 连有念 有念都是万念 可是大臣法律说 有念是妄念 但是真心里头有正念 也不是完全没有念的 有正念为妄念 那么现在是什么叫真念 什么叫万念 我们要有能力区别 最简单的区别方法 这个念头是为自己 这是万念 念头为一些众生 这是真念 可是真念 有真的真念 有相似的真念 那什么叫真的真念 什么叫相似的真念 凡是真念 都决定不是为自己 是为众生的 为众生 与四十真相相应的 这是真的真念 为众生与四十真相不相应的 相似的真念 不是真正的真念 不是真正的真念 这个里面 好理之差了 古报完全不一样啊 我们必须要清除 要明了啊 佛家讲自卑 一 讲四种慈悲 第一种 耐缘慈悲 这是一切众生都有的 你喜欢他 你爱他 你爱他 你对他就慈悲吧 这是一切众生都有的 第二种叫众生与慈悲 他能够把爱自己 爱父母妻子 爱兄弟眷属 把这种心扩大到 能够爱一切世间人 他把这个爱心推广了 众生与慈悲 这个就是刚才讲的 相似的真心 他念念为众生作想 可是他并没有把自己忘掉 他想着利益众生就是利益自己 还带个自己 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 众生因得善果 还有个善果 所以这种啊 是属于相似的真心 不是真正的真心啊 啊 失望真心啊 这个方向迈进一步了 那么他修的佛报 的确是很大 啊 他的果报 是 三界有漏的佛报 人天富贵 啊 不究竟 不能疗生死 不能出残疾 这个都是属于反复 圣人不一样了 菩萨的慈悲 神文元教菩萨 这是四圣法界的 他们是法元慈悲 啊 宇宙人生真相啊 逐渐通达明了了 啊 他们这个慈悲是真的 啊 是真实的 随时真实 不圆满 也就是我们今天讲的 还是有条件 啊 啊 为什么 爱护一切众生 为什么 无条件的 帮助一些众生 知道一切众生 是自信 所变现的 我们自信是同一个 啊 正如此地讲的 摄放三十福 共同一发生啊 啊 这还是有个条件存在啊 啊 所以是真心 真心不圆满 真心不究竟 啊 道如来古地 这 发生大肆 他们呢 用心圆满 究竟 为什么 没有条件 说共同一发生 都是废话 虚空伐界一切众生 跟我是一提 也是废话 那才进入真清净 真平等 究竟圆满 真心显露啊 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 你怎样 你怎样才能够 体会到佛设法的义去 至少要到法原词 对于佛所说的话 经上所说的这些文字 你的体会啊 跟一般人决定不一样 啊 佛家常讲 深入一去 啊 你有这个境界的 虽然讲深入一去 这个深度 是无止境的 啊 你究竟 升到哪一个阶层 还是要看你的功夫 是法界里面 四圣法界不相同 也就是 秦深程度不相同 一圣法界里头 还有四十一个位次 这四十一个位次 怎么形成的呢 也是所入 前身 不相同 都是深入 由此可知啊 我们现前的张难 念念没有把我忘掉 没有把我死掉 这是我们绝大的错误啊 啊 佛在金刚经上讲的 多清楚 多明白 母相 人相 众生相 受者相 我们四相具足啊 一样也没死掉啊 所以我们不及如来真实义 经文上面如来 如来就是自信 发生就是现象 如来是能性 发生是所限 能性所限 都不可思议 能性的是自信 自信没有形象 所以我们六根 都远不到 发向中跟我们说 第六意识的能力非常强 啊 对外能够语言虚空法界 对内 可以远到阿赖也是 但是 就达不到自信 那要怎样才能够达到自信 那要怎样才能够达到自信 不用它自信就陷进了 谁是用根的 教官法师 教官法师 论言真面上 给我们提出的意见 教给我们 直接用六根根性 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这一句话说得很容易 真正做起来 那有一定的难度啊 难在哪里呢 我们无量借来 用六根 用六识 用成习惯了 现在叫我们一下舍 我们很想舍 怎么舍也舍不掉 这是四识 这是四识 哪一个舍佛的同修不想舍呢 都知道舍了就成佛 可是你舍不掉啊 为什么 想舍 那个想是第六识 第六识 怎么能舍第六识 呢 不舍呢 不舍落在无名里头 换一句话说 想舍不掉 不想也舍不掉 这个麻烦大了 这个是佛法修学最大的一个难关 这个难关你也能突破 问题一解决 所以佛菩萨祖师大德 交给我们一个最初方便 最初方便是什么呢 修定 定是什么呢 慧能大师在谭经里面讲的好啊 不思善不思我 善悦是代表 代表相对的 只要你能够把一切相对的放下 你这个心就在地 随着你进攻的前身 你的真心 逐渐逐渐 现前了 真心其作用就是薄弱智慧 智慧就现前了 所以佛法的修学 八万四千法门 无量法门 法是方法 门是门禁 方法门禁再多 大家要想的 通通修的成定 那个方法是什么 方法是戒 佛法总归拿起来 就三个字 戒定会 无量无边的方法 都是属于戒 你依照这个方法去修学 就叫做持戒 持戒就是守法了 无论哪一个方法 无论哪一个方法 哪一个法门 只要你如理如法地去修学 通通可以得定 定是枢纽啊 定能够开智慧 慧就解决问题了 在烦恼断烦恼层次上来说 定可以辅助烦恼 烦恼虽然没断 不起作用了 也就是说 妄想分别执着 辅助了 没断它不起作用 烦恼开了之后啊 妄想分别执着完全没有了 化解了 智慧大小随着你定功前身 你定功越深 你智慧越大 换一句话说 你所化解的 灭 会更广 会更深 会更深 我们说福 苦贵 抓住他的总纲理 所以第一句是 难舍最难理解 第二句讲 如隐分行 但无法解 灯是灯 灯是灯头 这个就是说明 宇宙之间 万思万伐 从哪里来的 从如来发生 变现出来的 都是为我们详细说明 华言经上 华言经上 你按据总纲理 总言则 唯心所信 唯师所变 如来发生 如来发生不思议 唯心所信 如云分行 灯法界 唯师所变 包括我们现在的身体 包括我们生活当中 底人底人 没有一法不是啊 大二世间 小二未成 全是 这是讲的现象 讲的李四 讲的因果 将虚空法界 统统设尽了 看 这两句话 这一首记的重点 在第三句 处处生命一切法 一切法就是如来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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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切法就是自己的真如自信 不是别的啊 虚空哪里来的 发界哪里来的 生命哪里来的 全都讲清楚了 都讲明白了 谁给我们说呢 祝佛菩萨给我们说的 祝佛菩萨在哪里呢 无有业法不是祝佛菩萨 花言经上讲啊 臣说他说 臣差是讲空间的 无间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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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间断是讲时间的 所以华言经 什么时候中断过 然后我们体会到我们明白了 龙树菩萨在龙宫所看到的上本花言 十个三千大千世界为成绩 一四天下为成品 这是数量吗 不是这样 你要把它看成是数目字来看的话 你就全都错了 他说这个话是什么意思 十是代表无间 是代表圆满 不是数字 十个三千大千世界是代表大圆满 究竟圆满 一四天下 一表一真 告诉我们 虚空法界 万思万无 没有一样不是真实的 我们没有一样不是自信 现在对我们来讲呢 问题在哪里呢 问题是我们不认识 正如过去中门大德开悟的时候所说的 没有物之情是凡夫 神身佛法当面错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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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知道 足有逢源 随念即使 无有意乏 不是 随华严经的末后 用善才通词 用五十五味善之识 五十三餐里面 总共有五十五味善之识 启发我们 让我们 在这些 经论文字当中 听了 多了 真正的醒悟过来 善才是谁 善才是自己 五十三味善之识 是谁 是我们从早到晚 接触的云云众生 不但这些人 一切识 一切处 无有间断地给我们说明 祝福所正在的妙法 就是年山火大地 无情的众生 也给我们 常说妙法 永无中断 这也就是大方光佛化炎 这个就是大方光佛化炎的境界 我们何以不能够其辱呢 说个老僧常谈的话 不善用心 所以你入不了境界 不善用心 用妄心 不晓得用真心 现在大家晓得 这个世间灾难很多 好像这个灾难就要来临了 还要用真 用妄心 那你就继续不断再高流到轮回 灾难现前不要怕死 学佛的人还怕死 那你就完全学错了 你的佛学到哪里去了 学佛的人肯定明白没有生死 生死是什么一回事情 流到轮回吧 转变嘛 世间人 探生怕死 我们明了 生死不过是轮回的转变 我们从这一道转到那一道 这是用佛法的名词来说 如果用今天科学家的术语来讲呢 是不同唯次空间的转变 我们从现在现前三度空间 可能转变成四度空间 也可能转变成五度空间 时空的转换而已啊 就像什么你们看电视频道的转换 这我们说佛的人知道啊 所以对生死看的就很平常 很平淡 遇到这个事情不慌不忙 不经不不 我们会转换到更好的境界 如果一惊慌 一恐怖 心里一乱 还是要转换 转换比现在环境还要差 既然转换 为什么不转好的境界 要去转换一个比现在更差的境界 这是我们学佛得利益得得最少的 少到不能再少了 我们晓得我们却在这个生死问题这个转换 会越转越好 越转越殊胜 所以灾难来了 生死来了 我们很欢喜 欢欢喜喜地接受 就转成更好的境界 离四 要清楚 要透切 我们才不会受干扰 如果更深层的理解 我们乘这个机会做佛去了 转换到最高层的境界 念佛求生进土 这一个转换 祝佛如来都赞叹 什么时候转呢 现在就转 这一转 转返成圣 转迷成悟 这一转之后 非常明显的一个心理上的现象 你自己能够觉察得到 就是 这个世界 明文立扬 无欲六成 真的放下了 自私自利的行为 绝对没有了 不但自私自利的行为没有 自私自利的念头都没有了 你这是真的转过来的 如果还有自私自利的念头 你没有真转过来 你在很想转 转不过来 所以你要问 你到底是真转过来 还没转过来 不要问人 问自己 还有没有自私利的念头 只有一个念头 为众生 为佛法 佛法是一切众生 暗夜明灯 我们要护持 希望佛法常住在世界 古人的用心 我们要能体会 北京附近 防山 蛇巾 这大家都晓得了 你看看这些古人 用了多少人力财力 差不多将近一千年的世界 把全部的大藏经 刻在石头上 埋在山洞里 为什么 为佛法救助世界 希望一切众生 能够得佛法真实的利益 唯有刻在石头上 才是真正的 长久保存 其次 就是印书本 书本大量流通 全世界各个地方流通 灾难不会完全毁掉 毁掉一部分 总还会留着一部分 最靠不住的东西是什么 科学技术 大家不要以为 我现在的光碟 可以能保存两半年 万一这个世界 在世界上 一个大的灾难破坏了 所有电器系统 全部毁掉了 你这个光碟是废物 这个世界再没有电力了 所有一些科技文明 全部都变成废物 这个是最近呢 东西方的预言家 都是这么说 可能一个灾难来之后 人类要回到原始生活 没有用 草票没有用 全是废物 恢复到什么时代 义无义无的时代 我有一副 你有粮食 我们一副换粮食 恢复到这个时代 不但草票没有用了 黄金也没有用了 人们需要生活 需要吃的 需要穿的 黄金白银不能穿 不能吃 没人要了 所以科学技术是最靠不住的 那么说最可靠的 靠得住的 是把它刻在石头上 所以古代的 这些聪明人 他们懂得这个道理 重要的东西 都刻在石头上 才能够永远流传给后世 这一部蛇经 了不起啊 他的伟大超过万里长城啊 我们学佛的人知道 这是地球 这个世界 唯一的真实宝藏 决定得到祝福忽念 龙天善神保佑啊 啊 再大的灾难了 这个地方 决定保全 啊 这是 往后 一切众生 善根复材的根月 啊 所以他不会 所以他不会 毁坏 啊 这个是我们有 肯定的信心 啊 古人 已经做了这个工作了 做的这个工作 是为了我们 这个学习的 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遇到这些经典 也能不认真努力的学习吗 通过学习 我们将佛在经论上 所说的理论 所说的方法 所说的境界 一桩一桩啊 在我们生活当中去体验 工作里面去体验 厨师带人 接物当中啊 去体会 然后你才发现 佛讲的话 没错 啊 确确实实 啊 虚空法界 情欲无情啊 一切实 一切处 无疑不实在 山明大方光佛华严金 大方光佛华严金就是一切法 一切法就是大方光佛华严金 华严金是蝴蝶啊 啊 情欲无情 童年总至 我们见到了 我们明白了 自己 切入这个法界了 世间 所有一切切呢 我们明白了 清楚了 也化解了 我能化解 可是还有一些 妄想分别职责没放下的人 他不能化解 我要如何帮助他化解 这就是要把这个法门 介绍给他 但是 这个法门 如果不是上根立志 是 短时间 跟他一言说 他很难救我 我们自己修学 也通过了几十年的时间 才入这个境界 可见的这个不是一个容易事情 那么唯一能帮助他 最有效果的方法 就是 劝他念佛求生信徒 劝他断我修善 持戒念佛 他要真能够听得进去 真能够肯做 戒律不必讲的太麻烦 不必讲的太多 我无界实践 够了 或者更有多余的时间 把感应篇介绍给他 就行了 让他去读书 让他去反省 让他去忏悔 改过自信 老实念佛求生信徒 决定可以避免这个阶段 这是对忠下更新 但是还是要 复得深厚的人 他才可以相信 复播的人 他不相信 我们今天 有这个缘分 来开讲这部大金 因缘 确实不可思议 这是众生 有这一分善根福德因缘 祝福菩萨 祝福菩萨 慈悲加油我 加持保佑我 使我们有这个缘分 在一起学习 尤其在现前这个阶段 我们利用这些科学技术 将我们的学习面扩大 在这个地球上 无论在哪个地区 通过网络的传播 我们都能够在一起学习 这个缘分得来不容易 可是一定要珍惜这个缘分 每一天学习的时间 都要抓住 绝不能够空过 不断地把我们自己的境界 向上提升 天天提升 今天说 年年提升 太慢 来不及 不能够救自己 越越提升 都行迟了 一定要天天天提升 一定要天天提升 夏连俱老俱斯 勉力我们要真干 分秒必争 分秒必争 我们读过 善导大师的传记 善导大师一生 用功可以说实 一分一分一秒 都没有浪费过 我们在他传记上看到 他从学佛之后 三四十年没有睡过觉 我们都得非常惊讶 人怎么可以不睡觉 怎么可以不吃东西 他四十多年没睡过觉 可不可以相信 可以相信 因为李牧原居思 在大陆上见到一位老法司 二十多年没睡过觉 这是真的 有许多人不相信 查证 怎么查证 看着老和尚 大家轮流 他果然没睡觉 他念佛拜佛 这些人跟他查证 查了一个多月 果然他的确是不睡觉的 才知道他二十多年不睡觉 是真的 既然现在都有 我们相信善导大师 四十多年不睡觉是真的 睡您这个烦恼可复过了 佛在经上讲 财色您是睡的五盖 这个东西是可以离开的 可以做到不睡觉不吃饭的 真正有功夫的人 这五样东西都不要 对他一点用处都没有 我们现在感觉到最困难的 财可以不要 明可以不要 色可以不要 但是饮食睡眠 没办法 最难克服的两观 能克服 那么我们知道 在近代 印度的干地 曾经九十天 没有吃东西 所以知道 饮食 是可以断掉的 干地喝水 不吃东西 只喝水 大陆上这个老法司的事 二十多年没睡觉 我们为什么做的 烦恼习气业障太重了 可是要知道 烦恼业障习气 只要你一回头 真回头 你那个自信智慧光明就把它照破了 难 是难在我们不肯放下这些 习气烦恼 你不肯放下 那就没有办法了 问题在我们自己肯不肯 肯不肯真干 真干的时候痛苦啊 要命啊 要命正好就往生 你这个瓶颈就能够突破 为什么呢 在初学的时候 要改变这个习惯 总有困难 比如我们自己的经验 我们从前吃肉食 从吃肉食改变成素食 我们整个消化系统啊 它都受影响啊 这是很大的一个转变 它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 才能适应 但是在最初的时候 它不适应 你要不能够克服 你就做不到啊 我们有这么一段经历 多久才完全正常化了呢 大概是三年 最难过的是第一年 三年之后啊 我们这个肠胃完全是素食正常化 现在闻到荤腥的东西很不好受啊 一般吃肉食的人闻到喜欢 我们闻到恶性的 那么从习惯了 吃了三 这是吃三餐 你再要是一天吃一餐 又要经过一个长时间的食用 如果把饮食完全断掉 当然更要经过长时间的食用 睡眠一复如是啊 所以不下狠心 不听不拼命 你就决定做不到 这是烦恼 严重的烦恼 在佛经历里面给我们讲 如果我们修福 这佛报很大 修禅定 能够生到粗禅天 粗禅天人 这些东西都没有了 欲界天有 欲界天人有睡眠有饮食 但是越是往高 高阶层呢 越少 换一换 饮食越少 睡眠越少 越是往底下的时候 那是 越多 那么由此可知 我们要想真正道意上有成就 财色凝食睡 不能有贪心 看到好吃的东西就想吃就起心动念了 这个麻烦大了 啊 啊 决定有障碍 决定不是个好事情 啊 至少要练习到时候 看到很好吃的东西也不动心了 我们才信 我们才信 啊 五十七岁往神殿 一天吃一餐吃了五十多点 可是晚上 有人请客 请他的时候 他照去 啊 啊 他那个时候在台中 常常有应酬出门 他就喊我一道 我陪他去 啊 印酬啊 他也吃一点 陪人家吃一点 啊 啊 实际上 他带我去 处处是教我 不要执着 啊 人家好心好意来请你 你要是不去 他说你摆架子 瞧不起他 法语言就断了 去 不是去探吃 是吃度中身的 跟他借一个好语 哎呀 老师看得起我 啊 欢欢喜喜到这来了 那以后听说 哎呀 老师晚上不吃 晚上太来吃 哎呀 更 更是尊敬了 老师教他 他才会相信 他才肯舌 啊 啊 这个叫随云 不叫潘云 啊 啊 这叫利益众生 不是为利益自己 啊 我在他那里 学到 这些东西 啊 啊 因为我在过去 没有跟他的时候 我晚上这一餐不吃 啊 所以一般人家吃午 已经有很多年 啊 我也很执着 老师告诉我 执着 你只有自立 你不能读人了 啊 啊 我跟到他 看到他的 生活习惯 看到他的 啊 待人介護 啊 原来 在利益众生方面 他丝毫执着 都没有 啊 我们才懂得 戒律里面 所讲的开源 啊 开戒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情 啊 啊 所以持戒 一定要懂得 开着吃饭啊 啊 什么时候 应该怎样做法 它是圆融的 它不是个死带版的 它是活泼泼泼的 一切都是为利益众生做出发的 啊 利益众生 犧牲自己 还有犧牲自己的念头 还没有把自己忘掉 换一句话说 那个慈悲还是众生语言慈悲 还没有到法源啊 自己根本没有啊 那才叫法语言慈悲 把自己真地向上提升了一级 根本没有自己 啊 全是为众生 啊 只要是利益众生的事情 就去干 什么顾忌这么说 伤害众生的事情 绝定不能干 啊 不但说伤害不可以 使众生生烦恼的事情 都不可以做啊 啊 你一做了的时候 有设慈悲心 有设厚道 啊 众生对我们 误会可以 啊 回报 无辱陷害都可以 我们决定不能用同样的心态 对众生 啊 为什么呢 他迷而不绝啊 我们已经绝而不迷了 同样心态去对别人 你跟别人是一样啊 你也没有绝悟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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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决定不相同 啊 啊 啊 决定不一样 啊 啊 啊 所以此地这个第三句 是处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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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法皆是自信的流露 法法皆是自信 没有差别 所以才说 祝法平等 无有搞笑 这个祝法 通常一般祖师大德们将这个意思很下则 是将佛法的法门 无量法门 八万四千法门 平等无有搞笑 实际上不是这个意思 意思还广还深 事出世间所有一切法 这才是华言的交易 没有多华言 我们局限在法门里 多了华言才知道 原来佛所讲的一切法是事出世间一切法 没有一法不平等 为什么呢 法法皆是自信 一粒微尘是自信 一个毛孔是自信 我们这个身躯自信变现 文虫蚂蚁也是自信变现 有什么年 平等平等 无二无别 一切不同的族类平等 那不同的文化 不同的宗教 怎么会不平等呢 当然平等 平等就是一真法界 并使法界为一真法界 所以你去入这个境界 你就住一真法界 你没有入这个境界 你住十法界 你住六道 并不是外头境界有差别 有转变 不是 一切境界 随着我们心想再转变 佛经说的好 正法 这个义报随着正报转 我们只要懂得这个原理原则 现前这些灾难 你自然就不会放在心上了 没事了 彻底的化解 你不了解四世真相 不歧入这个境界 那对你就麻烦来了 这个是真正解决 彻底解决 究竟解决 希望我们同学 多多的去思维 多多去体会 决心在短时间 把这个念头转过来 行为转过来 好 今天时间到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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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